大家好 最近西方的圣人马斯克 在美国的风评博士谈号都批判他 首先民主党就对马斯克大肆的批判 比如最近SpaceX 25万美元 和解了一个性骚扰案 这个性骚扰案当然是控告的马斯克 最终SpaceX作为马斯克旗下的企业 出钱和解了这个事 但是你看美国媒体报道这个新闻 说马斯克人必有问题 歧视妇女 而且对LGBT也歧视 而且他还是个种族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马斯克现在改投共和党了 他不支持民主党了 其实我觉得前面说这些都不重要 最后一点改投共和党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前说马斯克这个人其实两头通吃的 他一般言论比较倾向于共和党 所以右派也挺喜欢他 因为他说的话倾向共和党 但是他的投资 他花钱的方向符合民主党 他愿意给民主党花钱 而且他代表的科技企业 本身是民主党的基本盘 这个在政治没有极端对立的时候 两头吃就吃了 但是极端对立的时候 你必须得选边站 马斯克面临选边站的问题 最近越来越占共和党了 尤其是要收购推特 解封川普 这个事肯定触及了民主党的软肋 川普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川普本人不重要 但是川普本人代表着美国强大的政治分裂 代表着美国强大的右派 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所以你看马斯克要收购推特 你看推特上一堆共和党的这些议员 众议员参议员 纷纷出来批判 很多还讲马斯克被中共收买了 收购推特了 推特就变成中共的宣传中心了 反正说啥都有 总之都反对他 那你像这么多政治人物下场 显然收购不成 当然这也打领一下言论自由 都有政治立场的 那么抛开言论自由政治立场 马斯克收购推特也没成 你看民主党就大肆围剿 民主党最近的舆论机器 有点开启的意思 事实上民主党开始打压马斯克 看不上他 从前些天就能看出来 前段时间拜登政府召开了白宫电动汽车大会 没有邀请马斯克 马斯克还吐槽这个事 说埃克森石油公司都邀请了 埃克森石油在这个电动车上能比我更专业吗 对吧 但是就是邀请了 同时呢 这个标普500的ESG指数 也把马斯克踢出去了 当然这个标普500ESG指数里也有埃克森 美副石油 就这个埃克森石油 对吧 这都是各种的政治党呀 所以现在呀 从舆论上 从实际的政策面 民主党呢 都在围剿马斯克 同样的啊 虽然说这个马斯克改投共和党了 共和党目前呢 并没有给马斯克施予什么实际的援手 包括川普啊 对马斯克收购推特解封这个事啊 川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啊 所以现在马斯克呢 在美国不是很好 之前啊 这个西方的科技霸权 对吧 总会反映到舆论上的啊 这个舆论上 马斯克是个很重要的代表啊 马斯克是美国的一个神 一个神 在中国传的也非常火 但是这个神呢 刚立起来 在美国就要毁神了啊 你看这在这个美国呀 又造神又毁神 这个对吧 吹马斯克的时候吹的扛扛响啊 扁马斯克的时候呢 毛死了扁 对吧 这个 吹市啊 对这一币啊 种族主义啊 反共和党啊 反民主党啊 呃 第二个呀 我觉得 这也说明一点啊 这个所谓的政治自由啊 民众选择的自由 也没有 马斯克他不是个政治人物啊 他是个企业家 不假 但他终究啊 他不是个政治人物 这个 对吧 作为一个 他也 如果在这个选举方面 他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众 对吧 他也就一票 那你说他有没有资格 对吧 选共和党选民主党 他其实有资格的 而且在美国你就政治人物 换党的有的事 川普以前还加过民主党的 换党有的事 至于在这个事上大肆批判吧 老四这个事显得就很有趣 很有趣 那于是呢 前两天 也就是5月17号 马斯克呢 在美国一个叫做全方位 也就是All-in的Breaker 接受采访 他说中国现在呀 已经马上要成 马上要超越美国了 他说中国现在呢 是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产值啊 越来越让美国相形建筑 中国的经济呢 未来将三倍于美国 为了与美国竞争 美国必须停止内容 停止打自己的脸 对吧 后边还讲了啊 这个他的上海工厂 工人工作到凌晨三点 哎呀 这个资本家的嘴脸呢 对吧 恨不得工人一天 24小时工作 我们抛开这个啊 那你看马斯克这个采访 很有意思呀 很有意思 对吧 首先啊 这个我读出来 一个就是中国威胁论 中国以后要三倍于美国了 美国咋办呢 第二个呢 就是要弥补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 弥补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 什么政治分歧呢 就两党内斗嘛 对吧 斗来斗去 所以现在你看 拜登 民主党都针对他 就是内斗的产物嘛 你说对吧 我现在有点要改投共和党 你们就这么对我 不要内讧 我们要团结 我们要针对中国啊 所以我首先读出了 中国威胁论的味道 第二个呢 就是有这么一点啊 夸中国的意思 有这么一点夸中国的意思 对吧 但是这个夸的部分也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但是不得不承认 马斯克是一个玩弄媒体的高手 马斯克走到今天 很重要的 就是把媒体玩得很溜 玩得很赚 对吧 这个很多时候啊 会干事的不如会说话 所以你像我们很多这个国内啊 这个把马斯克当神的 我有时候翻过他们啊 有一些知乎上的 我翻过他们 还老抱怨啊 老抱怨说在单位里啊 你说我们这闷头干事的 不如在领导面前表现的 那你看你就有点臀脑分离啊 这个屁股和脑袋分离了 你看马斯克他就不是安心干事 他就是会吹的嘛 对吧 你可以理解和你们单位里 会在领导面前炫耀功绩 差不多 其实你对吧 本身你也喜欢这样的人啊 你也喜欢这样的人 但不管怎么讲 马斯克玩弄媒体 玩弄得很好 玩弄得很好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啊 一方面 对吧 在美国渲染了中国威胁论啊 呼吁两党要团结呀 要团结呀 对吧 让美国很多不满于政治内讧的人 又开始支持他了 而且大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China 第二个呢 中国很多 我们国内有很多这个 怎么讲呢 这部分人 反正也喜欢吹 又赢麻辣 对吧 你看马斯克说了 我们未来要三倍于美国啊 赢麻辣 马斯克吓住中国 看好中国 对吧 也许马斯克有这个意思 但马斯克在美国接受的采访 主要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讲嘛 反正在中国啊 一堆自媒体 又把马斯克也捧上了天 你看人家赢两回啊 在美国那赢了一刀 在中国那儿 也赢了一刀 对吧 在中国这儿 马斯克成了一个弗拉夫了 成了弗拉夫了 当然我们要承认啊 中国政府对马斯克 是非常好的 一方面啊 特斯拉上海工厂建成之后 特斯拉汽车 在新能源的补贴上 和国产车是一致的 没有任何歧视性的政策 这个呀 对外相来说是很难得的 第二个 你看上海对吧 这一波啊 这一波 富工富产 最先富的就是他特斯拉 特斯拉最先富工富产的呀 你看对他多好啊 对吧 对他多好啊 所以马斯克现在也确实有一点 在外面孤立无援 在美国孤立无援 或者说在美国地位比较被动 中国这边呢 反而对他是比较好的 对他比较好 但是啊 这个很多事啊 不能幻想 对马斯克来说 美国毕竟是他的大本营 对吧 资本啊 资本的老家是很重要的 资本的大本营是很重要的 就像之前啊 对吧 这个 读书运船啊 马云要移民美国了 对吧 马云怎么可能移民美国呢 他 马云是资本家 他的老家在中国 他去了美国 对吧 那不是你的老家 你马云去了美国 对吧 他就没有在中国这么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是顶级资本家 到美国 你都得三线开外 你说比尔盖茨 特斯拉的马斯克 对吧 你还有这个亚马逊的贝佐斯 你甭说这些大的 就是那些中小资本 都能玩死你 你都得一 因为那不是你的老家嘛 这个是很重要的嘛 像我们很多 比如很多农村啊 或者很多乡镇 或者很多县城 也包括很多城市啊 在本地挺有盛量的人物 那你换个城市呢 你换个村呢 谁鸟你 对吧 这就是资本的老家的意义嘛 所以马斯克终究 还是一个美国人 他现在在美国国内啊 这个处在一个比较孤立的地位啊 比较孤立的地位 当然我觉得马斯克 比较孤立的地位啊 也很重要 和上海工厂是有关系的 对吧 上海工厂第二个 马上就要开了啊 特斯拉的上海二号工厂 就要开始了 这样的话 马斯克的生产 几乎全在中国大陆 他的资本在美国 他上市公司在美国 对吧 但他的生产在中国大陆 那你想 马斯克的生产 都在中国大陆这边了 到时候马斯克 不管是主动的 还是被弄的 那中国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 极大的 不管你是想不想 那一定是影响极大的 美国不讲 这个产业链回美国吗 那马斯克这个产业链 都跑中国来了 那对美国来说 不仅是战略没有达成 而且呢 加剧美国制造业的外流 尤其是特斯拉 也是高端制造 加剧高端制造的外流 当然不代表工厂的很多普工式高端 但是这个电动车 电池 实际上涉及很多技术研发的部分 你甭管它技术研发部门总部在那 你在这边生产 很多东西都会给你看的凑凑的 生产 产业链就外流了 与美国制造业回美国 也是矛盾的 制造业回美国不仅是川普的政策 拜登也这样 因为这是美国一个两党的共识 只不过它表述方式不同 但这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 导致就业不畅 所以特斯拉现在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 除非特斯拉把上海工厂搬到印度 或者搬回美国 否则的话 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 在美国国内受到打压的 因为特斯拉这么发展下去 越大 中国这边主动权反而越高 你想一个企业 在美国国内就剩个股市了 你生产中心全在中国这边 中国这边工厂一停 对特斯拉意味着什么 灭顶之灾 特斯拉作为美国最大的电动车厂 它发展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意味着美国的电动车产业 也被中国捏住了 再加上电动汽车 巴黎气候协议 未来环保碳中和的主题 民主党就喜欢搞环保 未来美国也要大力发展电动汽车 你说这一系列的事连上串 对吧 就可以看到 马斯克不仅是站错队的问题 而是它越来越让美国的电动车企业 电动汽车企业 尤其这条产业链越来越攥在了中国的手中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